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审美经验中其中最深刻的 新鲜的 丰富的 激烈的 运动的形式 是审美经验生成中的最积极 最新鲜 最具有生命力的东西 它往往有如下的特征 叫做设身处地 想象丰富 灵感凸现 物我两望 这么一种东西叫做审美的体验 那么我们讲了那么多的审美体验 接下来我们说说这种理解有什么意义 审美体验和审美理解有什么意义 我们说的第一个意义就是它的建构 建意 建序的作用 建构就是建立一个结构 建意就是建立一个意义 建序就是建立一个次序 那么你有这样一种体验 你对于建立结构 建立意义 建立次序 具有一种结构 首先我们来谈的就是建构的作用 建构的作用 你们有没有看过那种立体化 看过那种恐龙化吗 一种立体的东西你一看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你要看很久 突然之间你看到里面原来有一个恐龙 看过那种东西吗 这种有一种东西前几年很流行的 这几年突然又消失了 看到吗 这种立体化 你一看一种图案看不出什么东西 然后盯着看盯着看 看到里面原来有个恐龙 看过这个东西吗 这就是说你就是 所以这个去建构 也就是说那种非结构性的直观体验 像结构性思维体验之间进行转换 也就是从直观到达观之间进行转换 建立结构 直观的时候什么也看不见 达观了 看出个形状来了 也就是一群东西 或者一群材料 一群史料 一群石头 看不出什么风景了 但是你不断地去看 去体会 去理解 终于有一天你霍兰开朗 你觉得天下万物 原来都是有次序的 原来都是有结构的 你就从没有结构的地方 给你看出一个结构来了 很多大科学家 看到最后觉得 那个自然世界是奇妙无比的 就想想 这没有一个造物主来造他们 怎么可能这么精确呢 怎么可以地球不靠到别的星球去撞毁呢 一定是 怎么可以这里面的力量 可以摆布得这么好呢 他觉得一切的精妙无比 一定有个造物主 这也就是他看出的结构来了 当一个人在事物间 没看出任何结构的时候 他是很迷茫的 他没有一种忽然开朗的感觉 那么这种结构呢 就是要从直观到结构 我们看到很多零碎的东西 都是没结构的 直到你通过想象 加于理解 你才能看出结构了 比如说 今天我穿了一件天蓝色的衣服 我过去有一个天冷了 我就要穿一件天蓝色的那个衣服了 过去老辈人笑 我专门穿天蓝色衣服 然后呢 我今天上课发现很多同学就没来 没来上课 他们自己开小菜 不来上课 陶哥 那我今天讲的课呢 又是刘备三公茅庐的故事 刘备景诸葛亮的故事 那你觉得这个三件事有联系吗 我穿了一件蓝衣服 同学会陶克 我讲的是刘备的故事 有什么联系 有联系吗 没联系 没联系就是等于是 我们没有看出一个结构来 我们建立不起联系 但其实这就是对现象的进行归纳 因为过去的历史 历史的那个研究录制 就是真假判断 有还是没有 有联系还是没联系 看来没联系 但是这是我们缺乏一种 结构的认识 我们缺乏对结构的认识 那么结构性思维呢 它就是把一切东西看成有因 有果 有意义的 这就是结构性思维 结构性思维 任何东西都是有因 有果 有意义 那么在因的方面 有1234 在果的方面 也可能有1234 意义方面也有1234 那么比方说 因叫X 果叫Y C 对吧 你比如说 我穿了一件蓝色的衣服 蓝色代表什么 代表自由开放 不遵守次序 停停 凸显个性 胡来的就是胡闹的 对吧 这叫穿蓝衣服 那么学生不来上课 也代表了学生是自由的 不守纪律的 有个性的 那么这里面就是一种 构成一种结构 这种结构叫意志同钩 对吧 意志同钩 就穿蓝衣服的老师 比较能够宽容 学生的个性行为 假如我穿了一件黑衣服 你们哪个逃课 我就一个个点名 骂他 骂着他 给他不及格 他就不敢来逃课了 对吧 但他看到 穿蓝衣服的老师就算了 这帮小孩 和他有什么计较的 我自己小时候 不也逃课的吗 你这么一想 你还给我管人家 你就看出个结构来了 对吧 那么你靠什么来建立 这个结构的呢 就是靠你的理解 靠你的理解 有的时候结构就在那里 但是因为你缺乏理解力 缺乏体验力 你的 你的所有的审美 审美的感觉 你的审美力 都是审美经验 都是静态的 被动的 而没有主动的 假如你主动的 那种体验呢 你才能够 你才能够 建立一种 意志同钩的东西 这就是建立结构 那么 第二个情况 就建立意义 建立意义 我们经过体验和理解呢 才能够对某种东西 建立意义 对我们的作品 建立意义 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 建立意义 就是要设身处地 进行去思考 然后呢 想象丰富 然后灵感突然出现了 灵感突现以后 物我两望了 那么就是透过现象 看本质 建立意义 通过外言看内涵 从而完成了 事实向意义的转化 否则就是事实 就是事实 没什么意义 但是假如你是能够 实生土地地去想 任何事情都有意义的 刚才我们已经说 很多转化了 什么文学语言的转化 人生境界的转化 那么语言本身就是一种生命的境界 那么你如果用一种写作 你创造了艺术作品 你用过写说 写诗 画画 本身就是通过你的这样一种行为 来完成一种生命能量的转化 人说到最后 也就是生命的一些能量 包括思想的力量 包括创作的力量 无非生命能量 那么我们呢 就是要建立意义 这就是从那个物境的体验 到心境的体验的转化 物境就是对外部的结构的一种理解 叫外部的外部的东西 外境 外境体验到心境 心心 而且内心的 心境的体验 心境体验里面包括很多东西 心境体验就比较悬了 包括伦理的体验 包括宗教的体验 包括求真的体验 人生的体验 或者说你不爬高山 你不可能体验天地人神 你不爬高山 不能体验 所以我们比方画了一幅画 你画了一幅画以后 你没有想过 对你这幅画进行精进体验 你看看你画的画 你从里面能不能找到心理因素 找到伦理因素 找到宗教因素 找到求真因素 假装你的生命的语言 是不是说尽了 我们一定要把话说尽 我们是不是体验到你说要表现的一小见大 因为你在一幅小作品 去表现出一个极大的内容 什么人类疯狂了什么的 你比方说画的是一幅向日葵 要表现的却是人类的疯狂 你有没有说我画了一个向日葵 我表现出我邻居的灵色 哪个主题大一点 比方说你也画了一个向日葵 你的表达的主题是人类的疯狂 那么你的同伴同学也画了一幅向日葵 他要表现的主题是 表现了我的邻居是很吝啬的一个人 然后还有个人也画了一幅向日葵 他要表现的是 我的向日葵是天下独一无二的好 明白吗 这个表达的东西越以一个小作品 表现一个很大的内容 这个就是看你的水平了 你比方说一朵玫瑰花 可以表现一个很大的内容 表现什么 爱情 表现忠正不渝的爱情 那么你可以说我不画玫瑰花 我画其他的一朵花 什么花 杜鹃花 杜鹃花也有含义 杜鹃花也有含义 所以你就想一想 我画一个东西 我要表现什么意境 我能表现得多大 那么因此呢 我们在进行这样一种感悟的时候呢 我们就能感悟出很多作品以外的东西 你比如说 我们说有很多古希腊的悲剧作家 他们的作品 他们通过自己的作品呢 就看出了一种命运 他们画的东西 自己的作品 表现出了一种命运 莎士比亚的作品 他呢 是看到了人类的性格 伊普森看到了社会缺陷 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者看到了情乐 人的热情 自然主义作家看到了神 米尔登看到了恶魔 拜伦看到了爱 雨果看到了什么 还有那个波德莱尔看到了恶 看到了恶之花 所以每个人在创作作品的时候 往往都看到了一个比他的作品 所要表达的更大的主题 结果花啊 草啊 得成了他所要表现的一个更大主题的一个载体 这样呢 就是建立了一种意义 这种建议特别重要 因为它可以帮助世人 你说那个项路奎这幅画 你说这幅画画得也不漂亮 放在我的客厅里是很刺眼的 假如我的客厅里去放一个很大的项路奎 放在里面我就睡不着觉 简直是骚扰我 还不如放一个很平静的东西 帮助我睡眠 这为什么 我被他振行 弄得睡不着觉 干嘛 这就是因为他建立了一个要点 这样的东西可以帮助世人 那么这就是他的建议的意义 第三个意义呢 叫做建立次序的意义 也就是说呢 我们的作品要对某种特定的人类经验 在人类知识中来加以定位 以便研究人类所积蓄的能量 帮助人来关心人类的命运 帮助人来进行人类的选择 我们有些东西是历史性的 有些东西是现实性的 有些事情是超时性的 这样呢 我们就有一些层次 有三个层次 一个叫做历史性的 一个是现实性的 一个是超时性的 历史性就是历史 这就是历史的积淀层 我们的很多知识 这是我们前人留给我们的 不断积淀 不断积累起来的 这就是历史性的 历史性的 历史的积淀层呢 给了我们深厚的人生经验 同时告诉我们 是我们具备了审美的能力 审美的能力 我们发现什么是真杀美 什么是假仇恶 假仇恶 这种情况呢 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有意识的 一种是无意识的 历史里面我们有很多东西呢 是我们学校里读到的 是老师贯注给你的 这是有意识学到的 还有很多你生活中自己学到的 因为我们的历史 从古代一直延续到现在 我们现在的很多习惯 和古代人也没有什么差别 这种你无意识就学到了 有很多小孩 他也会做饭 也会烧菜 并非就是你妈妈教你的 而是他无意识中 就学会烧饭了 就学会大孩子了 也许不懂了才问问 无理无睹就这么学会了 这就无意识中学会了 这就证明我们生活中 本身就有一种延续的 历史性的经验 那么我们呢 就是说 为什么要重视历史性呢 就是历史性的 因为过去的经验里面 具备一种能量 我们人类 使我们人类能够在 过去的经验中 去发现相关性和新的能量 你比如说 有个人就是训练 那个训练田径运动员的 田径运动员的 这个人叫马什么 就是辽宁的有个 马俊仁 马俊仁不是用中国传统的 什么加鱼汤之类的东西 来训练运动员嘛 这个就是从传统 结果他培养的运动员都能得冠军的嘛 因为他有一种自己的调料 这种营养汤是他自己发明的 是根据中医的理论里面弄出来一种补的一种药 既没有兴奋剂又能够提高体质 这不就是从人类的那个历史性的经验里面 去发掘出一种新的能量 因为当时人类的发明这种医药也是致病用的 没想到用来进行田径比赛的嘛 但是那个马俊仁突然把这种东西用在训练运动员 结果他成功了的 所以就是我们在历史性的经验里面呢 具备很多创新的能量 那么第二个情况呢 就是现实建构成 现实的结构 现实的那个时候呢 就是现在了 现在的新境处境 无穷境的选择当中呢 做优化选择 那个时候不仅需要理智 也需要魄力 要点就是在于理解自己的能量所振 那么人生无非就是选择和决裂 人在最痛的时候也就是选择 最痛的时候也就是决裂 那么现实的那种特点 时间的时 现实的特点就是 历史塌落到现在 未来闪现在在现在 就是历史呢 一切都塌落到现在了 而未来呢 又好像在我面前进行闪现 第三个就是超时的生命性 超时的是指一些永恒的经验 它是没有时间性的 比如说人的本性是相通的 人的生理生存的因素是相通的 人的思维不是相通也是相近的 人的聪明程度大概也是相通的 所以任何超越 说穿了都是时间和空间的超越 你要超越什么 永恒永远不死 长生不老 不是时间的超越吗 空间 我要世界各个地方都跑道 那不就是空间的超越吗 所以人的尤其艺术都是希望完成一种超越 从而完成生活和生命的转化 人类也是经常在分裂的 人类分裂无非就是生活和生命之间 比如说未来吧 未来就是美好的东西和可怕的东西的合而为一 我们说未来是不可知的 其实说出来就两种可能 一种是可怕的事物 一种是美好的事物 这两者构成了一个你的未来 所以我们从时间方面来看 有过去的历史 有现在的时间 也有将来的 那么将来的那个叫做未来 那么未来就是未来的预构成 因为我们人类还是要经常想到未来的 我们重视未来 未来就是远方有个窗户 而里面是点着灯的 理想之光芒 勇气之光芒和智慧之光芒 智慧之光芒来自于人的预见性 那未来先行 那未来被现在就看到 这就是人的预见性 在个体里面的有限中看到整体的发展 这也是一种能量 在那个蹉跎岁月中 迷茫之中看到未来发展的可能性 我们现在的人啊 包括历史学家 艺术家 对未来都是预见性都是很差的 我们不知道以后十年会产生什么新的东西 我们预见性很差 但是你经过特殊训练的人 他应该具有那个从历史 从现在 从超时 从未来当中发掘出你的能量 那有的人只会从一个层次里发展 需求能量 比方说有些艺术家就是从传统艺术里面 吸收他的经验 这是不够的 但是一个人从一个来源里面吸收能量 还有一个人从四个方面来吸收能量 那么当然那个用四个方面来吸收能量的人 他进步会比较快 是不是 进步会比较快 那么体验的过程是什么呢 体验的过程呢 就是一个思绪和见绪建立意义的过程 体验的过程呢 首先你要有个对象 你有个没有对象 你进行体验是很空的 你首先要进行对象 然后你要感受它 通常是通过几个步骤来完成的 一个叫做理智状态 比如说你突然面对一个东西 你去体验它 理智状态就是从外在世界 走向人的内部动机世界 你去考虑那个人的行为 原因 人的处境 你去体验他的选择时的各种可能性 体验他的焦虑 体验人的生命活动 思维方式对将来的不确定性 这就是理智型态 然后理智型态的第二个方面 第二步 你叫做带路状态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历史遗情 你自己成了它了 你带路进去 加入你的主观想象 你就自己觉得它 你就把自己置于它的位置上进行思考 那要靠想象的 你没有想象能力 你怎么把自己变成它呢 然后第三点就是主课题互相着用 你就突然觉得我就是它 它就是我 所以这是一个本我变成非我又复归的这样一个状态 开始的时候 它是它 我是我 我和它是独立的 叫做物是物 我是我 物我独立 然后这就是开始的状态 第二个状态叫神师阶段 神师阶段的时候 它也不是它了 我也不是我了 我和它是相交了 我就是它 它就是我了 叫做物非物 我非我 物我相交 那么第三个阶段是灵感阶段 灵感阶段的时候 就是物就是我 我就是物 它就是我 我就是它